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向俄罗斯总统普丁报告 动员令的最新情况 邵伊古向普丁报告 目标30万人的预备一征召已经完成 而这30万当中有8万多已经完成 训练被派到乌克兰 并强调不会扩大动员 还是说供应链和设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不过乌克兰总统邓斯基表示 真实情况差很大 乌克兰表示俄军正在挖壕沟 持守关机的南部城市赫尔松 为了避免造成恐慌 正在想尽办法掩盖实际损失 还撑出又增派了1000兵力到赫尔松 双方即将上演一场生死血症 东南新的国际中的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都是在宁静的 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